其实我觉得应该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 还有我们的拍摄界的全体同仁 包括我们福建漳州 宁物贸北伦的这两个训练基地 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太多的人要感谢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球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一直支持我们 还有我们总局领导是特别拼爱女排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我觉得中国女排 您带领的中国女排 能够在礼于奥运会上 重得奥运冠军真的是了不起 谢谢 我觉得很为姑娘们骄傲 也感谢我的这些助理们 他们都特别棒特别辛苦 我知道其实这个赛程对你们来说 真的是很困难 但您永远是把话憋在心里不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困难都是比赛的一个部分 你像我们从早上9点多的比赛 一直到晚上10点多的比赛 反正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吧 我觉得大家还是忍得住 能够耐得住 坚持到最后吧 谁坚持到最后 谁笑的最后 谁笑的最好 我记得在小组赛完了以后您跟我说 哎呀第一场不出荷兰就好了 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势非常的困难 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正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 所以就面对困难吧 就一点点的往上冲 我觉得这对我们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和经验吧 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 我觉得从淘太太开始您和队员们真的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女排的顽强拼搏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就是永远不放弃 就追求每一分 包括今天也跟大家讲不要去想结果 我们就认真的打好每一分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确别是到关键的时候 要赶出手 决赛又像前两场比赛似的 您总是在挑战我们的小心理 其实我觉得我们队员的技术还不是最好 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作风 用我们团队的相互弥补 在比赛当中能够划一个圆 我在赛前您到胜柏牢的时候 我问您会不会拿金牌 很多人质疑我 说我给您压力 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憋着这股劲 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目标是拿奖牌 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差距 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大家一点点拼吧 最好不要去设计结果 不要去想结果 最后一个问题 1981年您和中国女排 在日本起步有了女排精神 我不知道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您会给自己画成一个原本的句号吗 我觉得不管我在还是不在 中国女排的精神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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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